这期我们主要讲一下横拍的反手拨的基础动作 我们基本上呢 反手握拍的话 很多朋友这个反手打不好啊 是因为我觉得 大部分我看横拍的这个业余选手 都是因为他手腕不会弯 我们打横拍的最重要的是 手腕一定要会弯 这是第一 而且很多人打球手腕是直的 手腕是直的 所以他没有那个合适的角度 他是靠身体转啊 转这个身体或者是靠这个 手上去抬推的动作 那第一个我们要注意 就是手腕是弯的 在这个前提下呢 我们要注意反手的是以轴为轴 45度角动作 小臂去转 而不是大臂推的动作 我们要注意向前上转的动作 轴为轴 再一个就是两脚尽量是占平行 横拍反手两脚平行 反手呢 也不要有转腰的动作 它跟正手一样 不需要有转腰的动作 我们肌肉脸都是在身前 正中 正中心取地球 所以手腕是弯的 转弯的同时呢 小臂转弯的同时 拍头就起来了 拍头尽量立起来 当然这个不是靠手腕去做 一开始出学的时候 我们尽量少用手腕 不要用手腕好 尽量多用小臂去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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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机球是在上升后期到高点这个这个之间 不要打得太早 也不要说球掉下来以后再打 我们主要注意机球的节奏 尽量在上升后期和高点的电 动作一向前为主 注意身体放中 身体配合放中 还有一个环节呢 有很多人提醒一下需要注意的就是 很多人打球呢出手和还原不是一个动作 很多人讲你出手是一 回来是二 实际不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我们是这个动作是 一回来 是打回是一个动作 我们尽量的一定不要说打完以后在这停住 因为这个就是你出手和还原 它中间尽量是不要有这个停顿 我们停顿是在准备的时候去做的 就是打回 一个动作完整的动作是打回 一个动作完整的动作是打回 中间没有停顿的 停顿时间尽量是在起手的那个位置上有停顿时间 一定不能停在这那回来的时候你就跟不上了 对吧这是很多人没有出现的问题 当然觉得两个变成的问题 的时候不用摩提 ninth 我们来说大家不要把这些划算 但是呢,我们动作变量是多去控手,主要只是去碰 自己主动去控手,不要碰出来 注意,重心在两个角之间移动 我会通过脚下的复划区移动 最后,我提醒大家一下 在自己的朋友练反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和正手的握拍 我们以前说正手的时候 那么我们现在反手的握拍 尽量和正手要一致 那很多人容易正手 比如说这样握 到反手是护口对到这边来 那反手是很好打 如果你形成两面转换的时候 就这么办 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所以握拍的这个动作 尽量反手和正手要一致 感谢观看